上个视频呢跟大家说了一下我的就医的经历 现在呢我就想跟大家吐槽一下瑞士的这个医疗系统 在瑞士呢就是每个每一个人呢 每个家庭呢都会有一个家庭的家庭医生 但是我呢就是刚来瑞士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我老公的家庭医生呢是马上要退休了 不再接受新的新的怎么说 新的病人了 并且那个医生离我家也比较远 开车可能需要20分钟左右 所以呢我当时呢就在我家附近找了一个家庭医生 如果你有平常的发烧感冒的 这个你的家庭医生可以解决的问题呢 家庭医生就会帮你解决 如果家庭医生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家庭医生就会再给你往上推荐 推荐一个就是专科医生 比如说我就要推荐皮肤科的专科医生来治 但是呢如果你自己去医约皮肤科的医生呢 第一就是特别的难约 专科的医生特别难约 还有有可能你就根本就约不到 但是呢如果你经你的家庭医生给你推荐 家庭医生去帮你约呢 可能就会帮你排那个时间排的快一点点 家庭医生如果说是急患 就是你的情况非常的紧急 他可能会那个加三塞进去一个情况比较紧急的情况 所以呢一般呢就是你去看专科医生呢 就要经过你的家庭医生去帮你推荐 然后呢我的这个家庭医生呢 前就是现在呢也是正在退休的阶段 就是慢慢的正在精简他的工作时间 现在呢他的那个所有的这个患者呢 就顺推给了另外一个医生 就是全部变成了另外一生的一个年轻医生的客户 特别要吐来吐槽一下这个这个医生 我就在二月份那个去滑雪的时候嘛 就是有一天滑雪回来 然后我就突然发现我的腿上被咬了 就是16个那种那种 就像密封给遮的那个那个情况 就是有16个点那么严重 但是呢这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就是这是第三次发生的 这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呢 只是腿上也是在腿上发生的 只是被咬了一个地方 就只有一个包 然后慢慢消肿之后呢 他自己就好了 然后呢这个二月份我去滑雪那天滑雪回来 就一下子爆发了16个地方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 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过敏的 还是什么东西咬的 但是说什么东西咬的吧 就觉得不太可能啊 大冬天穿那么厚的衣服 特别是穿着滑雪服 还有在雪上也不是去有虫子啊 或者是你去树林里呢 是有虫子咬的 蚊子也没有 蜜蜂也没有 然后到底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咬的 就是特别的迷惑嘛 我就觉得啊 是不是我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这当时也是导致我想我的皮肤问题 会不会也是过敏 这样一个问题 会导致我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当时呢我就马上就逾越一生了嘛 当天逾越 然后当天就去了 我就特别不喜欢这个年轻人 有一点就是 他的那个桌子旁边有一个电脑 然后他就在电脑上找这个东西 就是你说你有什么状况 然后他就在这找啊什么 然后他也在骨骼上找 然后就觉得跟我们平常 如果我自己在家找 我也会在谷歌上找 然后他也在谷歌上找 就是什么 你是什么问题啊什么之类的 他就看了之后 然后他也不知道 然后他就说 那我给你一个 那我给你一个药膏 你回家去猛 如果再发生的话 你再来找我 然后就没有结论 然后就当时很崩溃 我觉得 我已经发生了第三次了 我都告诉你了 我再发生第四次 和发生三次有什么区别呢 然后我就自己回家找嘛 然后查到了会不会是满虫 就说你床上可能会有满虫 然后就特别 我就当时查到了 就是这个消息之后呢 我就想啊满虫 我当时晚上12点没有睡觉 我就起来 去拿那个电运斗 运那个枕头 我想会不是因为枕头上有满虫 让我的脸这样的导致这么糟糕 或者是我喜欢抱着 抱着那个枕头睡觉 会不会那个枕头上有满虫 然后我就拿那个电运斗 叉叉的运 晚上12点没有睡觉 就很疯狂 然后呢 这个事情之后呢 就是我第一次去看这个医生 就已经让我感觉 不是很满意了 后来这个四月份脸部 这个爆发这个情况 当时就已经很爆红爆红的情况 然后我又去看那个医生 然后那个医生就根本就是 他不能急病人之所急 就是你的状况已经这么严重了 你不应该马上推荐给那个庄科医生吗 他不 然后他看了状况 还就是非常的淡定的 就说那我给你一个药膏去抹 就给我开了那个就是那个可以让脸部那个马上那个红会降下来的那个药膏 但是呢他在开药膏的时候也是呢不停在电脑上搜索 你看这个图片你看你就是这个裸杂起来 你看你同意吗 你的脸部跟这个图片网上那个图片是一样的 你看你看你现在就是这个状况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呀我心里说我但是心里我就很崩溃 我说到底是怎样是要我要确定我是这个病 我要看那个图片 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开哪个药呢 然后他当时有给我开那个舒立达的那个药膏 他自己在网上又看了一下那个药膏 不行还是开第一个吧 就说如果第一个你先试用三个星期 他让我试用三个星期 你如果没有效果 然后我们再用那个舒立达三个星期 你如果再没有效果 然后我再把你推荐给专科医生 我一想天哪我这样在你这六个星期了 然后我回到家就抹了一个星期的那个 可以消红的那个药膏 然后抹了一个星期 根本都没有效果 就是刚抹了之后就像我说的一样 就是可能两三个小时都不红 然后呢接下去再抹 就是后来就是我再抹 抹完了之后我再去看医生 然后到了医生那里那个脸还是爆红的不得了 就是完全没有效果 就发生了抗药性了 抗完它之后嘛 我就很不满意嘛 这一个星期完全没有效果 脸还一直在爆红 但是呢我又约不上专科医生 我都简直是投医无门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有多崩溃 就是不像在中国 你去到医院里面挂一个专家号 然后就可以了 我现在在这里真的 我除非是去医院急诊 就是你也不可能挂什么专家号之类的 然后你直接去找专科医生 然后你也约不到 然后我当时就很崩溃 我说我应该怎么办 我说我要看医生 我要马上就要看医生 尽快就要看医生 但是呢我的家庭科医生 我的家庭医生呢又不给我往上推荐 所以我就说我要换医生 然后我就那个 让我老公打电话给他的那个 给他的那个医生 他的医生就是十年前 那个医生呢要退休嘛 不接受新的新的病患嘛 但是呢现在已经换了医生了 已经换了换到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医生了 这个医生呢就是我老公 还有那个公公婆他们都是在这个家庭医生这里嘛 然后我们一直也有说 要把我也转过去 这样呢全家人都用一个家庭医生嘛 就是我不用再分开了 所以呢我就让我的老公 让我老公给那个他的家庭医生打电话 问他的家庭医生 能不能再新收一个患者嘛 就是我 就是我们家人都用 我用的借口就是我们家人 想用同一个家庭医生嘛 然后那个家庭医生就说好好好可以啊 然后就我就 赶快的去跑跑到那个医生那里 这个医生呢就特别的好 这个女医生特别的能够理解 可能我们的这个 女生的这个心情嘛 然后就啊你的皮肤中后怎么这么糟糕啊 然后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呀 现在就是特别马上急需看那个专科医生嘛 他说好我现在跟你约 那个医生真的特别的好 他当时就打电话 因为我当时是下午1点去看嘛 但是另外那个专科医生呢 下午1点不上班 但是下午2点才上班 所以呢他1点打电话 去他的诊所 然后就还没有上班嘛 就没有办法 然后他就说啊 我马上就是把你的 你把你的脸部的这个照片给拍下来 然后传给我 然后我我给他发邮件 然后让他就是马上给你排那个排进去嘛 这是我星期四去看的 星期四没有等到电话 星期五年没有等到电话 星期六星期日不上班 然后一直到星期一才等到电话 然后约我星期三去看病 这又经历了五天的时间 就是我的脸 就是我还是很崩溃 我当时就是真的 心情糟糕的到了极点 然后就是星期三 然后我就去看这个医生 然后这个医生呢 就是我在上个视频里面讲的 就是我进门之后都没有让我说话 就直接就说 你是什么什么什么状况 所以我这个视频呢 就是要吐槽 就是在瑞士的这个医疗系统 我真的觉得 如果你是这种小病啊 小病小痛还没有什么状况 还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真的在经历病痛 就是你真的有可能会被误诊啊 你特别是遇到一些家庭医生 就是不是特别上心的 就是不把病人当成一个病人 不把病人当成一个人来看 就是他觉得你跟一个物品 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你再三个星期 或者又三个星期 你有什么关系呢 就没有 就是不能急病人之所急 不能设身处地的为病人着想 所以今天呢 我就想扑操一下瑞士的这个医疗系统 然后没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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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